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我们来说还没有能代替中国的市场 美国大豆产量的四分之一以上都销往中国 但美国调起贸易战 中国随即对美国大豆施以25%的报复性关税 无处可去的大豆堆积如山 价格暴跌 夏布朗的农场也深受打击 日渐走强的对华强硬论带来的压力不止影响到农民 也传导到了大企业 在一封写给美国汽车巨头福特公司首席执行官法利的公开信中 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 加拉格尔等人要求福特审视与中国动力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的合作 并要求其公开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 在动力电池行业 中国企业实力雄厚 按照一些业内人士的话说 其不较晚的福特才是受教的一方 但特别委员会主张 合作带来的高薪岗位大多流向中国 对合作事宜提出批评 接连出台的对华限制措施和中国反制产生的连锁反应 使美国的对华商业活动越发面临不确定性 上海美国商会9月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对未来五年业绩持乐观预期的企业只占52% 受调查企业中 有六成提到了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美中紧张关系 2022年10月 拜登政府对中国实施全面的半导体出口管制 中国占到美国半导体企业销售额的36% 管制措施的强化 以对美国半导体制造设备生产商的业绩产生负面影响 企业方面的不满情绪也在上升 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在今年发布的声明中 对过于宽泛的单边限制措施表达了强烈担忧 美国商会国际事务前任负责人麦伦·布里连特说 我不希望看到合法的商业贸易和投资活动被纳入宽泛且模糊的准则中 美中在经济层面联系紧密 2022年美中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6906亿美元 今年以来 美国商界领袖接连到访中国 包括特斯拉公司创始人马斯克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 英特尔公司首席执行官格尔辛格 他们在中国与政府官员会面 承诺扩大在华投资和业务 对于即将在2024年秋天迎来总统大选的拜登政府来说 强化对华强硬政策的选项并不多 但考虑到来自产业界的不满和美国经济的现实 试图达成某种平衡的姿态也在显现 美国不希望与中国脱钩 2023年相继访华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 近来不断重复这一言论 鉴于实体经济之间的联系 美中在经济上全面脱钩本身就是不可能的 主要负责对华半导体监管的雷蒙多 对于寻求放宽限制的呼声 一方面主张关乎安全的问题没有谈判余地 但也不忘强调 两国贸易的99%都与出口管制无关